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itop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就是先改一下这个网卡边缘ETH2 那DHCP呢我们不要 好,我们修改一下IP地址 在这地方我们加个字段 IPDR等于192.168.42.105.NET MASK 等于,哦,走往也满,这是 点灵 后时 Gate位 这是王冠 192.168.42.1 保存退出 内存太大了 它再把内存设置为4G 现在的流畅度来说好多了 启动一下 ServiceLetterWork Restart 好,计算成功 依附config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网卡上的IP配置上了 我们现在用本地拼一下 看能拼通吗 拼一下105 拼不通 我们拼一下1.1是通的 还有4040也是通的 我们这条再改一下 你改上40看一下 按回撤刚才那种情况 改成4040 再7.1次 再拼一下 409.166 防用不了 这我拼通了 刚才是因为没有启动起来 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看了本地的IP地址 因为这地方适用的是虚拟网卡 那看一下这就应用的是哪个网卡 那我已经看过是net转换是吧 它并没有自定选择是哪个网络 这地方没有选择一个 把它指定一个8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选择8 net模式是8 我们一使用的vmnet8 然后它的网关地址相当于虚拟网卡的地址是40.1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连接它的时候 我们也要配成40.xx 我们这地方选择了40.105 前面没有拼通 是因为我们没有用vm1里面的42.1 我们用的是40.1好吧 这个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好 那这地方我们推出来我们用X12连接它 我们先键一个 好 192.168.40.115 是mbarrow 这是一个它的名字 然后这是它的IP地址 点确定 连接 好 这里不要点一次性接受 这是接受密码 我从记住用户名 route 好 选择密码 记住密码 选hadoop 确定 好 EV可不可以看一下 IP是这样子 没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hadoop命令 看hadoop起来了没有 相比之前我搭建的1.0版本 还是慢很多 那使用本机搭建的官方系列的hadoop 也是比较快 它这种集成环境使得力度比较大 然后如果重复的去部署mbarrow的话 在服务器上来说它也是比较快的 这里就有一种错觉 好 没问题 这里没有问题 它列出来了 时间收一些长 这它hadoop的一些路径 这次提 embarrow 还都不得这机胸 到底对了没有 现在我的这种状况是4G4核 稍微来说是机器不卡 我还是能点击也能用心 就稍微还是有些慢 我希望大家机器至少我觉得8G那一层 我现在是6G那一层 我觉得8G那一层是刚好的 因为我在办公的机器就是8G 然后是非常流畅的 因为后期 我还是要开开发工具 ID1的 然后那时候可能比较更卡 所以 最好大家去有8G的电脑 我们找一下 这个hadoop 然后我们先进入 unbarrow中的架包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user local 下面有吗 我们进一下 user hadoop 对吧 然后有2.3G的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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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找一下 这里有hado hadoop 进去 ls一下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包 那没有看到一个example是吧 我们退出来 好 接下来 进到leap 进到leap 看一下 还是没有看到 Ll一下 搜索一下 一个example 对吧 好 是没有的 好 我退出了 再退出了 RX一下 从cd到adoop 应该是mipadus对吧 杠 mipadus中 RX一下 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exam上线 好 我们看到了 它有一个exam这个文件 那这个exam这个文件 这个价包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 这个hadoop的word count 看word count到底能不能运行 cphadoop wipadus exam 好 然后到哪呢 根本录 然后pd一下 防止没有复制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过来了 对吧 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根本录下 创建一个文件 我们用vm看一下 word.tt 这里面还是没有android vm 我们用vi看一下 里面我们写一些句子 那之前我们也是写过上了 我们就不再写了 我们复制 这是刚才我写的一些单词 再按复制进去 好 粘贴 退出保存 好 现在我们有好多命令上传到 hdfs 暗示上 -put 换出word 我们选time 下面 这地方我们还是做的正规一点 我们能上升到其他目录 我们上升到user下面 等码开灯 对吧 能上到这下面 好 这时候也上升成功了 好 我们看一下上升成功没有 我们使用fs命令 fs ls 你并没有看见是吧 好 那你txt一下 那这地方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误解 对吧 大家看到没 我刚才上传文件的时候 我没有使用任何后面的一些杠之类的东西 那他直接就将这个文件 word.txt 然后直接将这个word.txt替换为马开东这个文件 看着这个文件并不是文件名 所以我们以这种传到hdfs上 以后我们查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它是一个文件 虽然它没有任何后准 但是是一个文件 这些内容 那一些时候我们是需要将这个上传上去 它是什么名字呢 hdfs呢 就是什么名字怎么办呢 那加个杠 上传的时候加个杠 回车 他说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那这个文件和文件名啊 在inux中是没法区分的 就是从这个外观上 所以我们先将它删除 怎么删除呢 用rmr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说删除成功 这方移动到了一个相当于备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不用管 好 我们再上传一遍 这个时候呢 我下了一个杠 说明这是一个目录 对吧 那看一下会出什么问题 他提示啊 说是这个user-markedon不是一个文件或者目录 也就是说这地方出错 出错以后 这地方是没有这个文件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地方要和刚才不一样 首先呢 你要创建一个这个目录 再去再去make a dn 创建这个目录 然后再上传 好 创建成功 我们再去上传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上传上去的内容是什么样子 看老师现在没有做任何操作 就是刚才那个句子 回车 那这个时候看到的结果就刚才不一样了 它是加这个文件呈现在这个目录下面 即使我们这地方没有指定这个斜杠 他也认为这是一个目录 而不是文件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在我们常规的学习过程中 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刚才也重新了一下 好 那知道这个文件 那我们就可以用word count来演示 我们的embarry环境到底正确了没有 好 它的命令就是hadoop 这样啊 然后那个刚才架包叫什么呢 hadoop 对吧 这个这么长 好 我也不改了 好 输入文件呢 我们用这个user 下面的marcadon 下面的word的txt 输出文件呢 我们用user marcadon 下面的wordtxt.out 演一个输出 之后我们回车 这个时候呢 报了一个错 那出这些错误呢 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运行过 所以我想看一下到底我运行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 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 他说 嗯 使用了这个样 这样 他说警告 请使用样 这样 对吧 用行这个application 然后又说程序呢 不知道这个user marcadon .word.txt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压 好 他又包错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刚才的那个警告那个亚没有了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亚对吧 那这个呢也是hatop2.x跟1.0的区别 它是提交在亚上执行的 所以我们单独有个命令就是亚去执行价对吧 但是不知道这个程序啊你去执行这东西 然后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命令 缺点什么呢 你只是告诉了程序一个架 对吧 我也刚才说到了 架的执行呢是需要什么的呀 需要累的对吧 所以这地方缺一个累 好 累怎么行呢 这样行吗 好 我们测试一下 它还是出错 出的什么错呢 还是说呀 这个 去选择一个word count 找不到这个word count 所以前面我讲到加瓦中是有包的概念 对吧 这个word count算哪呢 好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word count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包项目 org apache hadoop examples 好 我们补圈 好 我们再回撤 好 这方又报错了 报的什么呢 他说 examples .word count 还是没有 还是不知道这个word count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版本与版本之间的不同 可能hadoop本身 存在这个架包里面的这个名字可能有点变化 那刚才我这样做的一切呢 都是一个尝试 尝试着去找word count的类 他说还是找不到这个word count 我们看到它这个提示 我们发现它提示的版本挺多的 就是是db cut 还有在照应操作 还有这个 拍是吧 还有这个sought 二次排序随机写等等 那看着看着我们这地方发现了一个word count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那这地方也有个例子 它叫word count 你可以直接去使用 他说了这是一个mr程序 它是一个单词的技术 那在这个输入文件中统计单词 好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那架包有了以后我们指定一个类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地方就写它的这个为了防止错误 我们直接复制它这个让我们回撤 这地方呢还是警告我们使用ya 那我们这地方还是以hadoop进行提交 好 这会就提交了 那这有一个job 因为这地方呢 我们没有修改这个ip 所以ip和host的对应呢 这地方还是一个固定的 就是默认的这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地方换成我们的ip地址 方便查看 我们也可以绑定一下 对吧 我们在这个里面绑定一下 这时候你看这个mapreduce运行过程 他map已经100%了 现在运行reduce 如何查看 这已经运行完了 好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mapreduce运行的这个过程运行的界面怎么查看 我们先把这个host拿下来绑定一下 etc下面对吧 好 etc下面 我们绑定一下 然后绑定为这个 保存 好 我们查看一下复制它 刚才你复制过了 这边 我们 好 这地方呢 就是一个 padop的一个 job的情况 就刚才我们提交的一个job 吧 叫word count 是吧 是以root身份提交的 它的对列是默认对列 状态呢 是成功的 好 还有这个提交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后呢 还有一些时间方面的 比如平均的map时间啊 还有这reduce时间 还有末值 还有这suffer阶段 总共呢 是使用了 这个20秒 因为提交照片呢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好 这是mapreduce 嗯 这是map 这个 log信息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后续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我们再点一下reduce 一些log信息 嗯 好 那现在它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输出一个信息实际在这个 机面上也是打印出来了 比如说 这个字结束了 对吧 嗯 还有人物数了 还有输入的条数是9条 对吧 最后输出了多少条呢 和suffer阶段 对吧 一个 输出最后 看一下reduce reduce的输入有13个 那输出是13个 那总共就13个单词 对吧 我们看一下最后结果 好 fis tft 有个 或者是斜杠新 开车吧 啊 好 这就看到了刚才那个结果 那like出现了5次 那开灯是一次 这个就不自验证了 没问题 那这个说明了我们的mypidus运行成功 并且我们的unburied的环境也是没有问题 那刚才程序提示请使用YAR来提交 那这也是hadoop的2.x的一个新特性 我们是在mypidus运行在YAR上的 我们YAR提交来看一下一样吗 改个名字更易 好 那这地方用YAR提交跟那个hadoop的提交是一样的 它运行过程也是一样的 那在1.0以前是没有YAR的 所以它只能在hadoop上运行 那它的运行过程和刚才我们提交hadoop一样的 好 我们稍等一下 它最后运行完毕 那每一个照顾呢 它都有一个照顾ID 那这个就是照顾ID 那这个呢 是任务的运行的情况的一个 UIL地址 UI可以进行打开 它运行的太快了 我们还没打开它就结束了 它这运行的过程和刚才是一样的 那至此我们的这个 embarry hadoop集群就安装成功了 好 好 好